今天是2023年5月25日 大家好,我是小金 金大力和大家看看今天曾發生過的事 是剛剛過去的5月初 May 4,5月4日被稱為《Star Wars Day》 就是因為這個日子和星球大戰中著名的一句對白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同音 但大家又知不知 這個系列以及這個世界觀是怎樣來的呢? 在1977年的今天 美國導演佐治·劉卡斯 身兼編劇和導演的科幻片《Star Wars》上映 是電影史上最成功的科幻電影之一 在Marvel電影宇宙出現之前 它就是最大的電影宇宙了 電影當中所使用的特技 重新定義並且改變了往後太空科技片的未來發展 由於這套電影太受歡迎 各界紛紛都要求導演繼續拍攝這個世界觀的故事 後來又被稱為《Star Wars》前轉三部曲 而第一套的《星球大戰電影》 在它的宇宙故事線裡面其實只是屬於第四部的 講起《Star Wars》你又會想起什麼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喜歡我們的內容可以follow、like和share出去 請教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